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 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 其中有位网友的回答特别赞 他说 很多时候我也不想下车 因为那是一个分界点 推开车门 你就是柴米油盐 是父亲 是儿子 是老公 唯独不是你自己 在车上 一个人在车上想静静 抽颗烟 这个躯体属于自己 许多人都有过这种想要放空自己 远离凡尘俗世的体验 因为它能让你主动倾听自己 感受自己的存在 不至于让自己迷失在复杂的世界中 事实上 每个人在骨子里 都需要一个留白独处的空间 如果说学会与人交往是一种能力 那么学会安静独处也是一种能力 29岁的时候 皮克伊尔过上了一个普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在曼哈顿一栋摩天大楼的25层上班 住在派克大道 与20街交界处的一间公寓里 和一群秩序相投的人共事 工作内容精彩无比 是为时代周刊报道国际时事 而且没有什么家庭负担 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世界各地旅行 忙碌的生活让他感到兴奋 但在内心深处 他觉得自己只是一直在狂奔 却无法确定前行的方向 后来 伊尔决定逃离这样的梦幻生活 他放弃了稳定的工作 搬到日本古都京都 在一条后街的一个小房间 简简单单地生活了一年 结果 当他从分乱的世界中抽离出来后 他反而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方向 也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了 朋友聚会上 我们也时常会了解这样一个话题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许多人会说 那是因为你做的事情不够多 见的世界不够大 所以迷茫 所以彷徨 一个人的视野对他的未来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无可厚非 但这其中 人们对视野的理解 往往比较狭窄和简单 因为提升我们的 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运动 而是我们赋予运动的精神 就如伊尔所说 每次旅行归来 只有当我回到家里 花时间静静地坐下来 将双眼所见 转化为内心洞见之后 整个旅行的意义 才得以浮现并深化 事实上 我们很大一部分生活 是在脑海里发生的 它们以记忆或想象 猜测或诠释等形式出现 因此改变生活最好的方法 就是改变看待生活的方式 换句话说 正是我们所选择的视角 而不是去了什么地方 最终决定了我们身处何处 当你用慢下来的节奏 去看待周遭的一切时 一切都会随着你看问题角度的改变而改变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强调 要具备收集信息的能力 但是 今天我们身处的不是信息匮乏 而是信息洪流的时代 也就是说 过滤信息的能力越发显得重要 原因很简单 我们接收到的信息越多 用于处理每一条信息的时间就越少 安静的力量中指出了一个惊奇的现象 那些参与开发最新科技产品的人 往往最懂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现用科技 换句话说 那些致力于是让世界加速发展的人 同时也对放慢生活节奏的价值更敏感 被称为世界互联网之父的凯文·凯利 是新科技的狂热代言人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凯文自己却不使用智能手机 家里也没有电视 他有时会到亚洲的一些村落旅行 一去几个月 不带电脑 这么做是为了要扎根于现实世界 他说过一句话 我尝试保持与各种科技的距离 这样我才能更容易记住我是谁 事实上 在谷歌 员工都有五分之一的上班时间可以自由安排 无论白天黑夜 他们可以随时走到会议室 闭门禁思 随时放飞自己的思绪 因为他们深知 身处信息洪流的时代 过滤信息的能力比收集信息更重要 很多人认为 安静独处需要与外界隔绝 抽取出一整段时间静坐才能完成 事实上 这是一种误解 高质量的独处 强调着是与自己的感官近距离的接触 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 陈道明是演艺圈出了名的清高 他不经常抛头露面 更偏爱自己独处 他要么常常坐在只能看到天空的窗前弹钢琴 随性地谈上两三个小时 要么作画 摸好墨汁 铺好宣纸 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 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 这样的生活 让他舒适又甜静 有一次他接受杨兰的采访 谈到了自己独处的习惯 他说道 独处是一种美德 可以让人内心得到净化 徐静蕾喜欢自称手艺人 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他常常做着手工 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一针一线做了一百七十多个包 几百件小食品 他说手工是最好的休息 专下心去 什么事都忘了 在这浮躁的社会里 无论做什么 只要能静下心来做一件事 从中近距离地感受自己 便是体验到了安静的力量 独处是一种生活方式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 几乎我们所有的痛苦 都是来自我们不善于在房间里独处 当从烦扰和杂事当中抽离出来 我们才能听到 就在耳边的一些声音 那些声音会告诉我们 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所在乎的 更暗也更暗 回头空间一段 弥漫 风弥漫 四季推格中栏 大雨将悲欢都冲淡 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 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 拥抱的温存梦 拥抱的温存梦醒一半 哦 道别伤害在耳畔 我好诉说声不忍再看 哦 明明生风轻明暗 哦 让是非与你无关 我的慌恼 我的伪装 我的不舍被你一眼看穿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